知小笑那魔防子羽道歉 全忘炸過山口殺眼影片擊山 Twice隊長自小為ootb網路節目訪客 錄製預告他幫這些媽委衣 沈黑衣拿着一张白纸 马上联想到当年子余道歉画面 连开唱白都一模一样 回顾子余当年国旗风波 2015年12月底 子余在韩国节目挥舞中华民国国旗 却被谎安在微博举报台独 找中国万有抵制 事件延烧到歌念一月 结外皮与热浪 当时只有16岁的子余独自面对 录制影片公开道歉 当年子余的道歉让台湾人心疼不已 至今TWICE都不成到台湾中国演出 这段商透的过去 身为TWICE队长的知效竟然拿来当梗 其实那时候我希望聘用了 但我还没办法这样 我为了女人 我为了男人 我为了女人 我为了女人 我为了很多人 我为了很多人 但我也是人 我为了女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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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影片一推出 台湾网友 纷纷有禁 YT频道通骂 拿别人的伤痛开玩笑 真的很低劣 为什么要模仿当时 让子余受伤 让台湾人受伤的道歉影片 你们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团员的吗 还好的伤疤又再次被用力掀起来 当年的伤害 并不能拿来被当做玩笑 台湾人没有忘记 也不会忘记 就连中国网友也感到愤怒 网路整个炸锅 OTP紧急删除 预告滞销争议影片 并在YT留言公告道歉 我们已及时解决影片开头部分 给粉丝们带来的不是 对任何疏忽表示歉意 结果又被网友发现 偷偷删掉道歉公告 Consumer Jeremiah CNE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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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N relative